出口我们就直接讲结论 就是刚刚那些的情形 请问一下 你看到进口 2021年它是大幅成长 请问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出口不看2021年 它其实也在微微的逐年成长 那进口呢 进口是一个呈现一个很明显的V字型 V对不对 也就是说先微微的下降 然后再上升 那出口分析这边 其实可以看到 它历年从100年 也就是2011年开始 它其实这个2015跟2016 出口有减少 可是没有减少很多 可是你去看整体来说 就算你不看2021年的话 其实它也是一个微微上扬的一个趋势 就算你不看最后这一个点 它是不是也是微微上扬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快速的去看出来说 那个出口 我们不可能出口原油 我们台湾是没有生产石油 我们台湾是没有生产石油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可能出产原油 但是我们主要出产的还是以16机械及电机设备为主 为主要的出口 这其实我不太懂 等一下我把这边稍微缩小 然后15这边有一个基板金属 我也不懂 7塑胶 塑胶 那塑胶只有让我们想到以前王宏庆先生还在的时候 我们台湾也叫做塑胶王国 那这个塑胶橡胶及其制品 好 它在这边是排第三位 所以至少你大概知道说 那台湾也有出产那个矿产品 还有光学仪器纺织好等等 不过主要我的意思是说 先抓住一个我们比较容易去思考的 比较容易去记忆的 因为机械电机太广泛了 我也不知道要举什么例子 可是请记住 台湾这边输出那个橡胶还蛮多的 那我们是不是就会很好奇 想要去看一下出口塑胶橡胶及其制品 点它